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参选人正为内华达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初选造势 海力全面开火 抨击川普的年迈和一直不断地被舆论攻击 川普则批评拜登的糟糕执政表现 指责海力的政策更像是民主党人 拜登的党内对手相比弱势 在造势中对准川普狂轰 31号的党内民调显示 川普在南卡州以58%的支持率 领先于海力的32% 1号发布的由SSRS执行的全国民调中 川普以49%的支持率领先于拜登的45% 但在稍早奎尼匹克大学完成的民调中 拜登以50%的支持率领先于川普的44% 尽管全国民调川普和拜登难分伯仲 但在七大关键摇摆州 3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川普胜算更高 这七大关键摇摆州分别是 亚利桑那、乔治亚、密西根、内华达、北卡罗莱纳、 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 这项由彭博社和上午咨询 联合完成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七个州的平均支持率是48% 高于拜登的42% 具体到每个州 川普在宾州和亚利桑那 以三个百分点领先拜登 在威斯康辛和密西根 以五个百分点领先拜登 在北卡罗莱纳州 以十个百分点领先拜登 根据美国历届总统大选结果 2024年的赢家 需要至少赢得这七个州中的五个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